再后来 你让我干公众号 做想识心语 我好像终于找到了 自己喜欢干的事 我认真琢磨每一道菜谱 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甚至我跟他们吵架 那会儿虽然不挣钱 但是特开心 再后来 王一斌和签谋让我开工作室 我其实是不愿意开的 但我还是做的 你让我拍视频 我也是不愿意的 但我也拍了 我就像是一个小船 被你们推着走 被你 被王一斌 被大家 我被推得越来越远 也离我自己的初衷越来越远 我最近一直在想 我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想了很久 终于想明白了 我不想拍视频 我也不想打造人设 我甚至 我甚至不想开这个公司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 专注地琢磨自己想做的菜 跟大家分享心得 挣多少钱不重要 做自己开心的事才重要 做自己开心的事才重要 想是心语正处于上身期 要退出 我不想再在我不喜欢的事上 花费精力了 现在的想是心语是你想要的 是我想要的 我不是想要的 我不是想要的 要是想要的 我只是想要的 在哪里 我家里要是想要的 走吧大孙